我是史考特,台湾出生,13岁移民美国 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 直到34岁那一年,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 将他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 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 管理最高业绩团队,同行业绩全球冠军 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携帮人 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 这个podcast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 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欢迎一起分享 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 今天报道有意思,本门的是 他是寻演,也是寻演,红红导演 导演你好 大家好,我是红红 导演呢,他对人权艺术 他有一个人权艺术的方式 很心外话来表达 所以每次到那十二月,人权艺术的时候 都有一个人权艺术生活节 对 今年的重点是什么一块 今年就是迈入第四阶了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灵魂 那自由的灵魂 听起来就是很平常 就是大家很容易说 我一个自由的灵魂 每个人的灵魂都自由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词当你在用 尤其是以前在用下的时候 其实是很心酸的 因为你为什么要说 你有自由的灵魂呢 表示你的身体不自由 表示你是被监视 被禁闭 然后被抓起来 然后你在牢里 你才会说 我不怕你 我的灵魂可以自由 你可以抓住我的身体 不能抓住我的灵魂 所以就是这个词 其实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一个词 但是其实他有他的历史的遗憾 现在说自由的灵魂 就是听起来有点虚无缥缈 你什么都很自由啊 对不对 可是这个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 可是这个展览的 说自由的灵魂 表示说 你可能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的身体是受限制的 对 但是因为这个导演 因为这个人权遗述 这个人权遗述 这个人权遗述 我们说的是 有的是不太多 是有一个属的部分 对 那因为我觉得历史的部分 很多学者在研究都会讲说 好多那个历史的敌人 是时间 就是说很多东西也模糊 甚至对很多少年 我们也不要说少年 好像年中年 对 是啊 记忆都很模糊 对 这要怎么去表达 这种概念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用一个艺术生活节 要用艺术的方式来 重新传达一些经验 像人群生活节 今年第四年了 我们就是会用 各种各样的艺术的形式 包括戏剧 音乐 舞蹈 影像 还有展览 各种各样的方式 然后里面也会有亲子剧场 就是希望说 大人带小孩 也一起来参与 就是透过这种 在线表达 或重新讨论 用现在的观点 重新去看待过去的经验 来做一个经验的传承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这里面参与的艺术家 其实多半都是年轻艺术家 他们很多 甚至是解研后才出生 他根本没有戒研的记忆 没有被迫害的记忆 可是呢 我觉得 很感动 就是他们 会主动的 想要了解台湾的历史 想要了解自己的父母 甚至祖父祖母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所以呢 他们透过他们的眼光 经过很多的阅读 很多资料的 那个研究 那包括 当然也很感谢 这个主办的国家人权馆 这几年整理出来两套 我觉得很棒的书 就是台湾白色恐怖小说选 跟台湾白色恐怖散文选 那有些散文选里面呢 有很多的是口供啦 那个受难的家属 他们的告白啦 那些里面有非常多的 很珍贵的记忆 然后你从那里面呢 可以找到非常多创作的材料 那台湾现在在发展 未来的这个艺术 都在讲IP嘛 其实我觉得 那个是最好的IP 就是那就是我们 在我们协议里面的 我们的历史的记忆 我觉得在讲到历史的记忆 我觉得刚刚听导演说 年轻人 尤其是结缘后 其实他这一块是 很辛苦的 他就没有嘛 讲真的政党也在改变 是啊 我问到的是谁 就跟我说 国民党真的可以做那些事吗 他现在看他们也普普的啊 可是就是普普的人 傲人去拿到那个大位置 去掌握权力的时候 真的就是灾难的开始 那你看台湾过去就知道了 因为过去 有时候面对那个时间跟 他年轻人也没有累积嘛 那个是很大 无力感 就是你这个故事真实的 但是他没有这个背景介绍 因为这部分很少 还是他感受不到 所以你说新的导演 他出生在解缘后 对 他要去架构这一块 对 一生第一是要架构自己 对对 是啊是啊 然后才可以来做 对啊 当然这中间也有很多前辈 他们的支持啊 顾问啊 这些 就像去年那个狂想剧场 他们做 那个非常上述嘛 就是杨碧川 跟那个 跟那个林青森 他们就是有在协助他们 甚至参与演出 对啊 那这次我们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 陈文成的正名题 对 这个戏我们还特地跑到台大去演 在台大里面找了一个剧场 就离陈文成当时 事发的那个 也就是100公尺而已 这样 那么这样也就是说 希望台大的学生 也能正视台湾 这个台大自己历史的记忆 就不只是 校园里有个纪念碑是在干嘛 不知道 但是去看这个戏就晓得 那这个戏的那个剧作家 他也是一个年轻的那个创作者 然后他就用了一个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眼光 这样这个议题呢 他不那么沉重 但是他又有深度 他就是用陈文成 百岁纪念的时候 在一个类似中阴间的地方 就是他的妻子 然后他的好友 他生前最后见到他的好友 以及当初他的审讯官 他们相聚 他们在辩证 在讨论到底陈文成 发生了什么事情 透过这个辩证过程 其实很像一个推理的案件 对 所以你完全不了解事情的人 哇你也可以看得很入迷 就是哇好像一个推理 但是推理到最后呢 其实是留给你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要让观众你自己去寻求解答 因为他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老实说 这个事情目前还是一个悬案嘛 对 我们在一起 好人害羞嘛 但是怎么害死的 谁用什么方法 目前是一个悬案嘛 对 所以这个悬案就是要大家 你有了那个好奇心 你在一起去了解去探索 甚至探索更多的案例 那这个就是戏剧的作用 戏剧 他没有办法给人标准答案 因为我们的标准答案 可能在学校里 我们几十年挡过教育 每天在给你错误的标准答案 所以你都觉得所有标准答案都很刻意嘛 对 那最好的答案就是你自己去招出来 你自己的理解 所以今年这个陈文成的正名题 他这个导演是阮剧团 对阮剧团 阮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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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剧团很有趣啊 比如陈文成他的老婆跟他好友 他们就说台语啊 但是呢这个审讯官来就说标准国语 有点相应的国语 然后他们在一起交谈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 这个历史的立场的意识形态的种种痕迹 都在他们语言的背后呈现出来 那才立体 我用年轻人的方向 去解读一个 当然我们都知道的案件 他的事实在要成文成是他杀 就没有其他 对 到现在 对 那他怎么去看 然后他的 其实有时候那个呈现方式 年轻人可以彼此理解 对对对 用新的方式 对 不过因为 我刚刚这个人权也是在往前走 对 所以像 在我们说台湾的时候 事实上 包括香港问题 对 是 他也贡献很多人权议题 是是是 我们这边 我们也给他包一包 对对对 因为这个所谓人权移住生活节 他不 这个人权他不只是 讲台湾的这个政治受难者的人权 他其实也讲很多普世人权的问题 像移工啦 女性的议题啦 同志的议题啦 还有像是香港这种 他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这个我们当然要去碰 所以我们这次邀了一个香港的作品 叫五月三十五日 其实他是讲六四 天安门事件的 因为五月三十五日就是 你在中国在对外 你不能讲六四嘛 你会被禁声 所以他们就用一个代号叫五月三十五日 就是五月过了三十一天嘛 五月三十五日就是六月四日啊 对对对对 那他就是讲这个天安门母亲的故事 然后讲一个妈妈 他小孩在天安门就是 呃 非正常的死亡 但是他不能去追究 啊一辈子都是这样 好 一久干扣啊 然后他就跟他老公两个 一辈子就是很委屈的活着 一直到他们两个都生病 这个妈妈快要死掉了 他就说那我生病 最后的愿望 拜托你 拜托老公 带我到那个天安门去 祭奠我的儿子 他们就是整个在准备这个行动 然后把儿子摆了几十年的那个房间 重新打开来 把他的物品一件一件送人 所以来了一些现在的大学生 他们就像台湾现在想要养 他也没听过六四 或者听过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老太太就在把书 把儿子的大提琴 送给人家的时候呢 把这个故事慢慢慢慢讲出来 那这个剧本呢 居然是香港人写的 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北京的剧作家 写的 是香港人写的 但我们知道香港其实是过去 这三十几年来 纪念六四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对他们来说 中国就是一个比台湾更靠近的强权嘛 他要用最大的力量去提醒他 过去惨痛的记忆 跟告诉他们说 民主是所有人追求最重要的愿望嘛 所以他们才会每一年在纪念六四 但是现在国安法实行 都没可能啊 六四纪念馆整个被破坏被拆解 然后做这个戏的一个团体 叫六四舞台也解散了 那这是他们做的最后一出戏 2019年做的 2018年演2019年得到了 香港舞台剧奖的五项大奖 就是表示这个戏做的非常好 非常得到的认同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他这个得奖制作的影像 拿来这个金美园区放映 放映两场 而且我们请了香港 从香港来的那个朱晓明牧师 朱晓明就是占中无子 就是香港抗争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团队里的议员 他现在台湾 所以请他来做那个应后的座谈 那我觉得也是透过这个香港跟台湾的一个共感的记忆 来提醒说台湾说我们不要去走回头路 对 我觉得这种 要怎么用很生活的方式 去呈现 让大家去慢慢了解 对 不过导演刚刚讲 我想到 我以前在日本大概199293 我有认识很多中国的朋友 是 那日本NHK 大概六月初就会开始演 那个六四的回顾 对 然后我中国朋友那时候没有赖 那时候卡电话给他说赖赖 日本鬼子最喜欢讲我们坏话 我当初人就在中国没有这件事 所以你念记忆都没有 你何来反抗还是欢喜 对啊 因为你甚至不认为你发生过这件事 对啊 那我想有时候对 早期是说那些党国的破坏 对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就比较无主意 也未必真的是 他感觉最害到他 我们灵魂都有一点被禁锢 怕冬怕塞 你不知道在怕什么 这样子 这个的表达 我觉得人权表达 我觉得宏文刀 因为你这是得戏盖 你会觉得说 目前的回馈是怎样 我觉得 其实国家人权馆 为什么要在景美园区 当主要的场地办这个活动 就是希望 很多以前没有走进来的人 可以走进这个历史的地标 这个不义以止 那所以透过这个演出 比如说我们每一年 我们会邀很多很棒的歌手 比如说我们今年就邀了那个巴赖 然后农村武装青年等等 过去我们也邀 那个像是庞克乐团 叫横月三土 或者是林森祥 巴奈啊等等 他们来演唱 那他们就带了很多 他们的粉丝进来 他为了听这个歌手的歌 他来这里发现了 这整个人权的议题 这样 那或者是我们演戏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要有这么多 不同艺术形式 就是每一种艺术形式 其实有他的既定观众 比如说我想看那个 周舒逸的舞蹈 那我就来了 这样 而且这边都是免费的 他就发现这个舞蹈 跟这个空间 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连结 等于是回到一个真正事件发生地 去跳这个舞 这样 所以那舞蹈舞蹈的观众 戏剧有戏剧的观众 我们过去还放了几年的短片 那短片有很多短片的创作者 短片的观众 那就可以让不同的观众 不只是原本关心人权议题 尤其是本来不关心人权议题的人 观众到这边来 那其实这个 我觉得那个回想都很好 很多人他们填问卷调查 我们都做问卷调查 观众意见调查 他们都说我们是第一次来 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很值得再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步 就是让你先走进来 走进这个空间 也走进这个议题 让你开始关心 我们今天访问到是洪文导演 我们马上回来 这个人感 这个技术 要怎么生活化 让人很自然 就是说 这个我也要再来看看 我有关心 我们马上回来 今天访问的是洪洪导演 导演也是诗人 然后呢 其实我原来对导演的认知 是你有很多作品 好写作啊 电影啊 后来这几年 因为这个对人权艺术的投入 这也是一个转折 因为我觉得这种策展 它会变得很直接 就是人 你这个活动这样子 对 因为 其实我觉得策展 也是一种创作 因为你一个人要创作 比如我这几年的作品 很多也都跟人权有关 跟台湾历史有关 但是呢 你一个人做创作力量有限 不如就是 大家来座会 就是你也在座会 或者你本来就已经在座 那我再帮你推一把 我再给你一些资源 让你做得更好 做得更多 那大家一起来做 他才会有一个力量 就是一个人革命 不如大家一起革命 对 要走远 一定要很多人 对 那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些 年轻的艺术家 创作者 不管是舞蹈 戏剧 影像等等 我觉得都很争气 他们自己其实都对这些议题 本来就有很多人是很关心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邀请 他已经演过的好作品来 有时候呢 我就可以委托创作一个新的作品 比如说我们这次委托创作 那个三缺一剧团 他们创作来自清水的孩子 就是本来是蔡棍林前辈的生命故事 然后后来当然也被写成俗话 也被画成漫画 那这个一套四本的漫画 来自清水的孩子 非常受到欢迎 用画的很好 那我们再请一个剧团来 真的就把他当一个IP来做 请一个剧团来来做 那三缺一他觉得漫画已经很好了 我们再用换一种方式 他又用偶跟人一起演 光影跟偶的方式来演 哇非常感人 然后他就变成很棒的亲子剧场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推动说 让这个戏能够到台湾更多地方去演 更多小朋友可以看到 那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个像是 我们有一个原住民议题的戏 叫我好不浪漫的当代美式生活 这个就是一个阿美族的创作者 叫佐嘉安 就汉名佐嘉安 对 那他也是一个诗人 也是一个很好的原住民诗人 然后他也是一个演员 然后他自己也是做编导 那这个戏呢 就是他去年演出的时候 其实得到了台新艺术奖年度的提名 而且他得到了 我们知道原住民有个最重要的艺术奖 叫普利玛奖 他是得到表演艺术的首奖 就是这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佐嘉安一个人在舞台上 一个人轮流串沿很多不同的角色 他就在讲一个 叫做那个林巴奈的一个都包 回到 都包是什么 都包就是都市的山包 就是都市的原住民 但是他们就开玩笑叫都包 他就是一个在城市场 然后他想要回到他的部落去 然后去那边做一些这种 重新认识跟重新恢复母语 跟恢复过去传统的一些努力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这个原住民 他们其实都有一种自觉 但是他就透过这样一个过程来描写 中间的种种的困难 种种的现实 去把原住民在当下 在今天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状 透过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呈现出来 哇 我觉得非常精彩 他真的讲出很多 我们不是原住民 你从外面你看不到 想不到 感觉不到的东西 那包括里面原住民 里面自己的一些传统跟现代的问题 内人跟外人的问题 这种都有很多的议题 那这个他自己透过他的经验 去把它呈现出来 那就让所有的观众了解了 原住民在当代的处境 而且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件 就是一个他们在那个祭典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祖灵的一个崇拜 就是白螃蟹的崇拜 他就让那个白螃蟹附身在每一个人身上 白螃蟹可以附身在人身上 他就是透过有一点怪力乱神 但是有一种这种心灵解读的方式 让你去了解到每个人 这个内在跟外在的状态的差异 这个戏虽然是只有一个小时 一个人演 但你好像看到一整群人的众生像 然后又很好笑 从头笑到尾 但是最后又非常的伤感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戏 所以那时候看过我 我就说拜托你一定要来人权艺术生活节 演给更多人看 洪文导演 因为我们说到原住民 其实我一般都会觉得 原住民现在好理也是不错的 所以其实现在政府无论是在证明 那都是一直在做或许过去的保障这样子 那为什么在人权议题里面 你还会觉得说 还是有一块角色 因为我觉得那个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来讲 那个歧视还是存在 这个不是有保障就可以解决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用钱买得到 或者不是用加分买得换得到的 就像美国你说这个黑人的人权议题 他们其实超过上百年了 到今天都没有解决 虽然在很多很多的制度设计上 要求平等 甚至强制要求保障名额 但是那个其实还是存在 那原住民在当下的问题 当然就还有他们没有解决问题 不然为什么把那要继续露宿 在那个总统府前面 这样他在包括传统领域的问题 包括传统文化 什么文化是不被法律允许 但他们非要做不可的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文化 还有语言附赠的问题 文化附赠的问题 那很多东西就像我们说 如果说转型正义的敌人是时间 其实原住民文化同样的 他们流失的更久 对那你今天要去把那些东西 慢慢找回来 那有很多人就会说 你讲国语就好了 你台语也讲不好 那国语也 你就可以讲 你为什么要去讲那个 只有几百人懂的语言 那没有人理解 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讲 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他需要不断的讨论 他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到位的 但是让我们慢慢了解 原住民现在的处境下 的问题跟他们追求是什么 其实他也可以给 这个所谓的汉文化 或者说这其他不同族群 他们可以对这个 对台湾这块土地 有更深的情感 跟更不同的视角的认识 你对这个自然 对于这个生态 对我们的山林跟海洋 你会有一个更强烈的共感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属于强势的文化 他需要跟弱智文化学习的地方 真的 这个人权 绝对不是跟他伸张 自己的 对 别人跟我们无地带 绝对不是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原住民 当然在福利上 大家都比重视 对 可是我也觉得 我也有感觉 我有的真正的歧视 是嘴巴不说出来 对 就是 但是你有时候感受得到 对 可是有时候这种玻璃天花板 要怎么去 去沟通 就反而是 是那个 对 所以把这样子也 也纳进来 对 你这个整个是在 那个景美人权文化 对 景美 只有那个陈文 陈文正明迪 是在台大演出 那现在的 那个演出的部分 差不多结束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展览 会展到1月44号 那他就是 潘小霞跟高仲明的 两位摄影家 人权摄影家的对照展 那潘小霞是台湾 刚刚过世没多久 的一位 他以前是人权记者 然后在自立暴戏 这样拍 然后他也自己参与 所有的抗争运动 然后他是最早跑去 蓝鱼拍驱逐蓝鱼 惡灵的 何非料的记者 然后他也拍了 一系列白色烙印 拍那个白色恐怖受难者 的那个系列记录 的记者 这样非常了不起 那他的作品也有强烈的艺术性 但是过去往往用新闻照片的 那个观点来看 那现在我们就从一个 艺术跟人权的观点 重新整理出他的一整批照片 来做展览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对照展呢 对照这个高仲明是谁呢 他是一个香港的摄影家 他拍的是香港这些 反修理反送中受难者 他们的肖像 那这个他们的伤痕 跟他们的肖像 那以及他们很多人 后来来了台湾之后 在台湾当下的处境跟困境 他也拍了一系列的 艺术性非常高的照片 那我们常说 其实台湾过去的历史 就可以跟现在香港 做一个对照嘛 你说你不了解 台湾过去的历史 没有 那你看香港现在就知道了 多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照展 其实既是帮香港人 留一个记录 留一个历史的见证 也是给台湾人提醒 过去的记忆 就在我们眼前 我觉得那个潘小霞 的摄影展 摄影作品 有的我有看过 他有讲 他说他的照片 就一张一张自己冲 对没错 他不是说 像我们以前 送去什么 冲印片 对 什么时候拿回来 没有他自己冲 对 因为他自己冲 有那个手感 他能够去判断 这边亮一点 那边暗一点 这边粗一点 那边细一点 这样 就那个整个照片的艺术性 才能够完全呈现 所以他每一张照片 都是自己冲的 这种空间感 还是说 你现在去看 当初是那种影像 对 你说真的 真的 一张照片就千言万语 是是是 他不用说服你很多事情 对 真的 像潘小霞的 蓝宇的系列作品 对 是是是 就会想说 哪有这种人 他说他有常常是自备 把他去 一直去 而且他投入资深 他不只拍了一系列 蓝宇的 而且他自己还画油画 整个都是画蓝宇的原住民系列 那个油画就画在门板上面 因为 他就去剪人家 不要破门板 就再加自己画 你知道吗 我都觉得 这些画 其实也 其实未来也应该找一个机会 把它呈现出来 那就表示 其实摄影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其实是他对这个事情的关心理解的一种呈现 我相信 因为潘小霞 他过去也是 概念时代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大家都用一举资历 对 在保留 还是建政 说 他经历过那个时代 对 那其实人不在 他老了来 现在人看到什么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这类活动 我们现在访问比较慢一点 他就进入说 可是空间的展览是在 这些装品 都是在 大家可以赶快去看 大家可以赶快去看 他到1月14 对 还好啦 那还有两三周 对 顺便 如果没去过这个景美园区 可以顺便参观一下 当初的军事法庭 这个挤压的地方 真的 我第一次去 我有去过蓝宇 看到那个监狱 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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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我去的一个朋友 还是那时候被关 然后他以前跟我们说多热 我都觉得 那台湾很热 我快看到那个 我觉得说 那一定很热 因为就是很热 而且很热 那就是去实地 有实地的感觉 对 所以这种人权议题 也是越来越丰富 对 就还要一直在挖掘 当然我们呈现的是一小部分 但是我觉得就是 大家慢慢的 就是一点一点挖 而且也是要一直一直 持续的做呈现 这个记忆才能够传承 那不只是知识的 我们在学校学的 包括身体记忆 你看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受 那个会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变成你下次行动的动力 对 所以 那明年 因为这个人权展 这个是每年嘛 对 这样 洪导演 就是每 常常都在想这个议题 这是这个 有一个口袋名单 一直在增加当中 对啊 而且人权议题 也是随着进步 它其实一直方法不一样的状况 对 所以我们 其实每一年 策展也是要去了解 去感应社会当下的状况 现在我们需要谈什么东西 能够帮助这个社会 更往前进 所以不是民主 国家民主法之后 人权都没问题了 有时候它只是 有时候改变个形式 对 还是甚至就发现 我们先过 我们在说原主人的时候 对 还是我们有当时 以前 我们小时候 我们有说 妈妈说 你怎么那么欢 现在有时候 我们要意识到说 有的是不能再这样 对 当然还有像移民 移工的问题 对 因为台湾其实在法律上 是对移工 非常不友善的 一个国家 那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要去推动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洪宏导演 我们会变为人权的需求者 变成一个 开始走向 有点微微的压迫人家 很可能是法律 很可能是因为 他没有 比如说我们没什么感觉 对 我们是不是能为生活上 多面向 去想说 那大家都在这边 对 别人的处境是怎样 对 好 我们今天谢谢洪文导演 谢谢你 谢谢 ApplePockets 能听到吗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